继远东百货花莲店自证人气年节礼合给华山基金会后 花莲县乐活旅游发展协会也认购20份爱新年菜 透过基金会发送给独居老人 花莲市长魏嘉贤全程见证 感谢理事长黄秀梅等人岁末年终送爱新 花莲县乐活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黄秀梅 协同的多位干部来到花莲市公所 在市长魏嘉贤见证之下认购了20份爱新年菜 给华山基金会转赠给独居长辈 一月的时候理监事会他就提议说 用捐赠到华山基金会办老人的年菜 所以我们理监事一致同过 就是说好就实作 但是我们其他的理监事 像我们常务监事就出了两份 然后我们理事紫棋也出了一份 然后我们海船民宿出了两份 金融也出了一份这样子 凑假刚好20份这样 因为我们协会成立的时候 就是以公益 要做一些善事 来带动这个社会的气氛 就是说能够照顾到一些 有需要照顾的人 市长魏嘉贤感谢许多社团愿意 无私付出与公部门协力 一起来关心生活现困的边缘户 而社福机构更需要社会善心人士或企业 来助他们一臂之力 其实我们真的非常谢谢 有很多的社团愿意这样的付出 那也更感谢一些社福团体 那因为公部门的人力资源真的有限 那由于有一些社福机构 能够让我们照顾到 没有办法照顾到的一个角落 那我们真的也谢谢 这些认捐的伙伴们 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 能够多多关心一些社福机构 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这次欢迎市公所 也极力的在推动 很多的社福机构的一个年菜的部分 那在此要呼吁大家 还是要多关心身边边缘人 或是有需要关怀的朋友们 那如果有需要协助的部分 花蓮市公所都愿意来协助大家 在此要呼吁大家 那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每一个人都能够过新年过好年 华山基金会表示 目前照顾花蓮独居长者将近有1200人 平常提供关怀榜式物资协助 还有陪衣取药 代购生活物品及年节关怀等服务 今年度的爱新年菜募集活动 只达到六成左右 在过年前还必须持续加把劲 需要社会各界善心人士来帮忙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